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现世报律条 主诸先佛为诸天神圣 太上李老君将 絮善哉善哉 功德无量 浩天至人至敏 天降宝书于人间道场之鸾门 今日补絮现世报律例 正为体现浩天慈憨之人心 唯恐众生弥媚 由职于格式夜报 故斥命鸾门著作宝书 不但列尘案例 以利众生分明悦之 由恐众生谨之案例 未明其本 乃在赤次补絮 必亦众生悦书先入条理 乃之究竟 宝书由一赤道场领命著作 允为浩天众世之心 由其主著正鸾 数十年间天书宝伐著作 颁传寿世 功业可见 今在应承重命 当可期待得则谱 被于海内外 更鸿轩 浩天虽行言律 却具至人之教化 身愿众生有所体悟 阅书之计 有过则改 无过则免 若有将及 不论善恶 息皆替利 以欺恶报缩减 福报速显 资于书前数语 事为序 太上老君礼 将于新设一赤拱横堂 释迦牟尼佛将 序 意自上元贾子年 武教共义推举 观圣地君继任 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 视为玄陵高上帝 观皇上长三十六天 下辖七十二帝 以大赤天公之原身 刚正不阿 极恶如仇 因而改革世报 知天律为现世报 于有云 治乱世用重点 浩天虽利行霹雳手段 然则天意本具之人 苍生虽曰迷昧 西皆佛种 更有如圣所云 不教而诸位之科 因此观皇不但谍有赤拼 及敦聘诸圣仙真下凡济世 鸾门更是应运 蓬勃发展 尤其台江一地 更乃鸾脉红星之宝地 诸圣仙真以及应运 应结者 多入此江 而为大道之底柱 更为各宗各脉之贤才 今日贵堂在领命 著作补序 现世报律例 完备天律所在之经要 则按律在前 数律在后 众生阅书一目了然 当可大收警示之效 更为明正浩天严律 实则致人悲悯 甚愿众生名而勿之 既执书前 无书论术语 以为序 拿谋释迦谋尼佛降于台江 一赤拱横堂 文昌帝君将 自序 习已栽 无书荣得以应任官皇 所推动天律改为现世报 守住之宝书补序 无虽非参与拟定天律心力者 但拟书行文 是为无知书荣 蒙受人命 金宝书即将开注 无当能上体浩天霹雳 手段至身人敏之苦心 自将天律更动之际 众生或有不明或有所疑 甚至对此天律之施报 评断标准 诸此种种 尽在书中响列 误使众生打破 身直心事之格施报 由此豁然明了 一者能生警惕 戒慎 二者能消怨对 相对 意应感恩书之著 神人息皆有则 甚愿吴与贵堂共勉 以其则批众生 简述术语 是为忠心所判 并为序 文昌帝君将于 新设一赤拱横堂 文昌帝君将 前言 自古以来 书之寿逝 乃有其不可磨灭之贡献 似如此早用具 彼以记载完成 启迪 增益智慧 启发文明 诸此种种 皆赖于书册之流传 西吕不韦 助吕是春秋 通令能增 损一字者 赠千金 此乃一字千金之由来 诸葛孔明公出师二表 简而近身而不四 又有三都父一出 洛阳只贵 再再说明书之于 世人弥足珍贵 今昊天班著 补序现世报律例 由为众生所必要属之 更要千秋万事流传不绝 是为世人月书之归孽 更为后世所必存 必知之宝书 无为今时众生喜 更为未来众生请命 务必将此宝书详名数列 一则今人月书 一名而知 二则既有所知 既求能得 当必用心珍藏 以滋眼言不灭 是所致判 乃至书前 彼使月书者能有共鸣 一 现在是末节时期 也是回天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好好的修道 不要做坏事 现在都是现世报 所以善报也会急速到来哟 望大家可以尽孝道超拔先祖 庙宇神奇 有缘魂 动物魂 自己与亲友生前 驻集至浩天子寿灵修院 或无极正道院 正果回天 更希望能证入弥勒净土 我能证入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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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能证入弥勒净土 哪能证入弥勒净土 那能证入弥勒净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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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